我 我们分手吧 反正也是假的 我们什么时候分手 你来决定 你想到什么时候分手的时候 提前通知我就行 想好了吗 想好了吗 嗯 我小心翼翼 掩飾坚毅 我小心翼翼 掩飾坚毅 我试图珍惜这段经历 尝试着又陌生 解释我与你的距离 我开始扮演着 有点陌生的自己 揣摩着眼语背后 不真心地疏离 先转你账上去 你查一下 可怜许多少 依旧扮演不留我自己 可不在乎你的自己 前面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这么着急找我 你忘了呀 今天去CTF的主办方 开市场会啊 你的包都掉了 快捡起来 咱们可是打败了上百人 才入围前十的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 我还没准备呢 你有没有看网易云啊 推荐广告都上了 我听说啊 韩商严也是CTF的代言人 而且你看 你现在人气可是最高的 效率这么快 你没有跟他们提韩商严吧 当然没有 咱们两个还需要男人贴金吗 以后也别提了 我跟韩商严分手了 分手了 为什么 那天晚上 韩商严还松口说 松口说什么 她说 她跟你其实也不熟 也没见过几次面 非要问喜不喜欢你 说喜欢 也挺虚伪的 她说得对啊 是这样的 但是呢 她又说 慢慢出啊 感情总会有的 这男人真实在 难怪是我老公 喜欢这么多年的偶像 我给你点了一杯喝的 谢谢 不客气 喂 那你们没有办法挽回了吗 我提到 她说可以 你提的 你说说你 你明明喜欢人家 干吗要提分手啊 你这不是死要面子 胡受罪吗 反正她之前是为了应付家长 现在不用了 反正就这样吧 以后别再提她了 好好好 不提不提 分就分吧 爱情是让人心情愉悦的东西 不高兴啊 咱们就不要了 反正本来我也挺担心你的 这都不是事啊 你先吃点东西 等会儿啊咱还要办正事呢 面包可大于爱情 女人自主才能活得更自信 是不是 干杯 干杯 这边 嗯 好 您好 我们是来参加网易云音乐时长会的 请问二位是 这位是现代人气排行榜 第一名的有小于童年 我是排名第八的 蜡蜡蜡蜡蜡 请来给你签动一下 在这儿吃吧 对 这次报名的人数一定很多 好 当然 稍等我一下 好 给你 谢谢 走吧 你好啊 搜狼 上次都没来得及跟你说什么谢谢 跟我说什么谢谢 小爱跟我说 说你陪她去游乐园玩 她那天特别开心 没有没有 那天我玩得也很开心哪 祝你们试唱顺利 我们会的 谢谢 加油 加油 谢谢 谢谢 童年 她就是传说中的孤独嘛 跟韩商言交往真不错 还能认识这么多 职业圈的传奇人物 我不是那个意思了 走吧要开始了 我是主办方的负责人向总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网易云音乐的歌手选拔 这次啊 我们要录一首主题曲给CTF 恭喜你们进入我们的石墙 首先呢 你们都非常的优秀 欢迎你们 接着呢 我希望你们做一架自我介绍 我们这次评分的项目有 音色 仪表 台风 还有临场反应 最后我们会从你们中间 选出两位歌手 作为最终的试唱 由于我们还有一位评委 堵在路上了 所以大家先稍作休息 做一下准备 谢谢 谢谢 你觉得我会得冠军吗 你觉得我唱这个怎么样 行 去吧 好 各位 我们还有一位评委 确定来不了的 要不我们就开始吧 他有告诉你他一定会来吗 他也没说他一定会来 可问题是现在所有人的手机都联系了 我们只能先开始 很荣幸这次能进入前十强 我很喜欢十年前解散的搜罗战队 我是一名单亲母亲 妈妈别着急 儿子来了吗 评委你好我叫张云云 我叫王哈哈 因为我平时特别喜欢笑 之前我有三百多斤 现在已经捡到了一百多斤 不能让我这么一场才遇到 如果离开你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 我是童年 我很喜欢唱歌 并且喜欢唱给我喜欢的人听 我也希望他听完以后 可以感到开心跟快乐 我觉得歌曲是传递感情最好的工具 我会把我满满的感情 唱在歌声里面 即使他不喜欢我 我觉得也没办法强求 但是最起码我要尝试 我如果不付出的话 不去唱给他听的话 他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我喜欢他 不好意思啊 我知道了 我就练习旁金就好 不用记录我的分数 太好了 我们最后一位评委 终于及时赶到了 在此我说明一下 这位是我们KK俱乐部的创始人 韩商严 将来呢 也会是我们CTF 中国区的推广大使 同时呢 他也会跟我们今天 选出的两位歌手 一起参加我们的粉丝见面会 你来得正好 我们正好要选一首歌 请这位有脚于试唱 你觉得有什么适合的 你可以指定给他唱 好啊 就按他刚才说的 天花烂坠的方式 唱一首小毛驴吧 有特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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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大人 我给你这个音乐 走 来 吃完 岳 刻结果 来朝带她去赶紧 我手里拿着小皮片 心里整的衣 不知怎么哗啦啦啦 帅了一身泥 我有一头小毛绿 我从来也不起 突然有天心 写来朝带她去赶紧 我手里拿着小皮片 心里整的衣 不知怎么哗啦啦啦 帅了一身泥 我想请问一下 这首歌有什么想要 表达的感情吗 因为刚刚评委让我用 我之前说的 传递感情的方式 是唱这首歌曲 所以我就把小毛驴 想象成是我的爱人 唱的这首歌 那你的小毛驴 怎么样了 我的小毛驴不见了 对不起 大家的分数都已经出来了 各位如果没有什么意见 各位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 我们这次入拳试唱的 就是八号蓝梅 还有六号童年 老汗 你刚才迟到的 你也听到童年唱歌了 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其实没什么意见 我其实没什么意见 其实我们主题曲的风格 比较偏近于热血和清快 大家真的觉得 她的风格适合我们的主题曲吗 这是综合评分的结果 我觉得她唱得不差呀 至少感动到我 我开始慢慢喜欢她了 你觉得那首歌 我觉得童年的声音啊 非常的干净 像一个孩子 而且由童声来诠释 我们的主题曲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不过老汗说的也有道理 毕竟是主题曲 我们要慎重 可是再怎么说也是公平正确 你看 童年确实是分数最高的 老汗 你刚才也不说了吗 你不给任何的意见 只是来旁听 这不是你问我了吗 你问了我就答了 好 我没有任何的意见 那么好 那么你未来好好配合童年 不过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来做这个推广大使了 我来当评委是基于我们俩的关系 你拜托我了 我就来 今天我之所以迟到 是因为我有一个队员的出了车祸 我去医院确认他的伤势无误 所以才过来 耽误了一些时间 对于我的迟到我非常抱歉 那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你们继续 老汗 话我不能这么说 老汗 老汗 还是阿言出来了 是 谢谢啊 恭喜你们啊 期待你们的表现 回去啊好把哥给练受 放心吧 向总 我们会的 下周六下午三点必须到 到时我会请孙总 王浩 还有杠权 韩商严 给你们把关一下 没问题吧 孙总 我没问题啊 你平时对权利益人们照顾 我一定到 那个向总 我问一下 韩商严真的会来吗 当然了 他今天是忙有事先走了 等你们录完音 我请大家吃饭 互相认识一下 好 行 你们两个怎么走啊 我车在那边 要不要我送你们一程 不用不用了 那行 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有事的电话再联系吧 好 辛苦了 谢谢小明 拜拜 拜拜 下周 拜拜 小鱼 你说这孙乐和韩商严的性格 真是两极啊 说实话 我每次看到韩商严 都怕怕的 他其实本人不是这样的 你说他下周会来吗 你说录音棚 我觉得应该会吧 哎呀 放心吧 再多等一周 就可以见到你帅气的韩商严啦 到时候啊 咱们再逼问他怎么想的 最好不要耍什么 欲擒故纵的花招 走吧 那不是韩商严的车吗 来 童姐 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嗯 终于情感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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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当梦想已经降临在这时角 好 当勇敢没有尽头的借晓 找荣耀你 童谦 怎么说呢 一点感情都没有 怎么回事 对不起啊 老师 我能再来一遍吗 抱歉 要不然我们休息一下 我陪她进去顺一顺 怎么样 好的 来 我们休息一下 怎么了 我看你心神不宁的 你再期待她来啊 她不是都说了不需要她来 就肯定不会来了呀 你好好录一下嘛 你就想象着她有来 然后再看你表演 这会不好一点啊 嗯 嗯 那我出去你加油 好 加油 好 不好意思啊 都需要 怎么样里面 一起睡 要不然我们再练两遍 练习一下 还要练习 我陪她进去一起录一遍吧 也行 行吧 也行 清楚 那童谦 我们重新录一遍好不好 好好好 好 准备好了没有 韩尚言 为什么你不出现呢 加油 好像 有人在我好 你是自己还要不去 你真的不想要不去 只要是你 只是想 all right 让勇敢没有尽头的揭晓 将荣耀你坚定的 不我放走向前的 紧扬梦念号召 一起冲荡 这天地的一切 快心的难关 心的心跳 未来抱着几天亮的白 笔着信号被遗漫 Let's just be the sound 最难迈的画面都太帅 我们遇生命闪耀 Let's just be the sound 一生最后的瞬间 顺利醒来 你好 麻烦问一下 门口那个贩卖机是不是不能收纸币 是的 那我能跟你换一些硬币吗 换硬币 我这儿也没有多少 你要几个啊 一百个 一百个 小范 小范 你有硬币吗 有啊 但是我只有三个 没事 你先拿来吧 好 我是前台 这儿突然来了一个人 要一百个硬币 您大家谁现在有硬币的话 就拿下来凑一凑吧 来 都给我吧 你的呢 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我帮你数一下吧 没事 不用了 谢谢你 千年不一样 如同的 白红 冬天好想 你已经走到 这边的一切 快越新的难关 新的心跳 水来 发纯金 黑暗打白 被仔细跳再意 迷卖 Counsel was not 别让我们的 你帮名都太帅 我们眼神里闪耀 你唱得很不错 十分钟前面还很糟糕 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像换了一个 不错啊 回到你以前的状态了 谢谢老师 我就说吧 前面这样唱不早就完善了 我们那叫隐藏实力 辛苦了 大家来喝点果汁吧 哇塞 向总这么客气 给我买的 那谢谢搜罗哥了 这不是我买的 这个是刚刚外面一帅哥 在前台找我换了一百个硬币 在果汁机上买的 谁啊 说是您朋友 长得还挺帅的 我朋友 管他谁买的 喝就是了 来吧 有小云 你快看 这字是不是他写的 还专门挑了一颗表白的评论 等一下 你去哪儿 老韩这臭皮还没改 来来去去都不打声招呼 干吗 干吗 你老盯着人家看什么呢 我喜欢的类型 你说他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我开追啊 及时收手啊 干吗 你会有主了 友情提示 就这个姑娘你千万不能追 收手 保命 我回不把这筹 还在乱里面 我给你演唱 你能够了吗 我想不早点 你们以为自己玩 说不想认识 customized 只要 Not 许的 不想想 汪 谢谢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交动大学实验室的几个精英共同完成的 交大 那不是 您您大学吗 好像是 我的孙媳妇跟你一样 是人才啊 是高科技人才 您好像好久没来了是不是 那是为什么呀 不知道 小白 你连孩子从小都不撒谎的 快告诉爷爷 那是为什么 您还是问我哥吧 我就问你 好像是有点问题 但是具体的你肯定问我哥很清楚 不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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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借一步说话吗 那你等一下 好 一会儿下课大家可以自行离开了 但是自习的时候一定要安静啊 童年 你今天准备干什么 今天啊 上次你请我们吃饭 说起你生日你记得吗 记得 就是今天啊 那你准备怎么庆祝啊 我今天不是很想庆祝 他都有女朋友了 我还庆祝什么 庆祝我恢复单身 他成功配对吗 童年 我快毕业了 恭喜你啊 童年 我 我 我帮你准备了礼物 所以我 我 我想 干嘛丧着一张脸啊 没有啊 我 我 你欺负他了 我没有 我 我是他学长 我们一起参加变成比赛 大哥 您别误会啊大哥 ACM大赛 你知道ACM 是和那边那哥们一起比的吗 是和那边那哥们一起比的吗 我 我记得他 我记得他 他 他 他也有参加过ACM比赛 我记得他跟两个金头发的男孩在一块儿 他们全程说的还是英文 世界冠军 童年 世界冠军 他就那个世界冠军的队长 世界冠军 输给他呢 不丢人 小伙子 要输得起 可以走了吗 我们去哪儿 和我们俩出去玩 九点之前把你送回来 拜拜 月辉 拜拜 月辉 你怎么知道我在学校的 我问的蓝眉老公 他问的蓝眉 你的眼线还真多 你还获得过ACM世界大赛的冠军呢 好说 看不出来挺厉害 以后别被你给欺负了 一会儿我不跟你回家了 你车子接我吧 为什么不回去 第六个人告诉我 先时间比较好 我想问个问题 我们不是出去玩 是到你家玩什么 家里的老人想见你 迫于无奈 帮个忙 这样啊 我也挺喜欢见爷爷的 没问题 这个忙我肯定帮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这句话比较应该我说的 那我们走了 再见 人帮你带到了 好啊 您好 来啊 来了 这你忙不忙啊 还好 还好 没有那么忙 小白呢 偷跑了呀 等 小白说 小白说有朋友 他去找朋友了 他什么时候有朋友了 这次的牛排 这次的牛排外卖啊 是我第一次点的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不 这个蛋糕啊 这还是占颜买的啊 本来牛排啊 我家里做的 他说先麻烦 你还会煎牛排 一个人待久了 什么都会点 嗯 明明 你爷爷下里面呢 就回挪威了 哎呀 估计这次回去 会很难再回国了 因为坐这个程度飞机嘛 老骨头受不了了 哦 对了 我听你父母说 你有孔飞 现在还有吗 孔飞 孔飞 我 我没有孔飞啊 我经常代表学校 出国参加比赛 经常坐飞机的 是吗 那就奇怪了 上次我跟你妈妈说 我说您有机会呢 到挪威去玩 还可以讲 海上爷 来 倒出溜溜嘛 他说你 你是有位高 坐不了飞机 你 我妈可能觉得 我一个女孩子 出门在外 自己保护不了自己吧 她才说我有孔飞的 不过她肯定是跟所有人 都这样说的 那就好 那就好 省了很多麻烦 麻烦 因为考虑到 是在国内 还是在国外 办你们的婚礼啊 婚礼 就没说要结婚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帮你相亲你又不愿意 有一个那么好的年龄 你又不想结婚 到底想去干什么 到哪儿去啊 电话会议 你们慢慢吃 喂 韩正爷 您给我回来 跟你说了 今天是年年生日啊 您 您没事 您别 您别生气 我陪您吃吧 这 这十几岁 只知道玩电脑 到现在老大不小了 还只知道玩电脑 不 不知道干点正经事 年年 我这孙子不争气 让你受委屈了 没有爷爷 我一点委屈都没受 其实说实话 我还是挺喜欢 看他做这个的 你 你不要帮他说话了 他玩电脑玩了这么多年 我就担心这么多年 可他呢 还在笑说我 不敢停嘴 否则我这老头啊 照会变得气死了 爷爷 您可能误会他了 其实他不是在玩 那是正经比赛 他在为国争光呢 真 真 我知道 小白跟他两个 爷爷那我跟说这个 说他们是教练 是职业选手 是正亏的 可是我知道啊 他们想安慰我 他们没有再安慰您 这都是真的 爷爷 我觉得 这是这么多年来 他们努力的结果 爷爷您知道吗 十多年前 他接触CTF的时候 当时啊 国内大环境非常艰难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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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在这么小众的行业里 能够坚持做自己 我真的很佩服他 过去也没有人工智能这词啊 所以爷爷也佩服你啊 谢谢爷爷 其实这社会越繁荣 新的产物 新的行业就越来越多 你们这两年轻人啊 真是很幸福 你若换在十几二十年前 这社会啊 就包容就没那么大 不会让你们年轻人 不会让你们年轻人 有那么多 所以自己的爱好去选择 是啊 我爸妈也经常这么说呢 爷爷 您看啊 您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多 其实从您的内心深处 已经了解他了 为什么您还总是骂他呢 我啊 是老喽 有些事情呢 他都想得开 可是一生气啊 我就会发脾气 就发他的脾气 可是发完脾气又后悔 我会想尽办法 去理解他 因为他是我的孙子 可是如果你的父母 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他 那就会为难你们 您毕竟啊 你们早晚要谈婚嫁的问题的 爷爷 我们先不说这个了 您先吃点儿东西吧 不不不 那天啊 我已经看出来了 你的父母亲呢 不怠慢也含上烟 是吧 他们没跟我提过这个事儿呢 没提过最好 其实啊 我这孙子呢 毛病很多 不过他优点呢 也不少 要长时间接触之后 才能知道的 我知道 爷爷 其实我早就说过 我觉得韩商业哪儿都好 好好好 爷爷 今天是你生日 一定要开开心心哦 我特别开心 今天 你是想说 生日能够跟韩商业在一起 就特别开心 来来来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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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您也是 我敬您一杯 谢谢爷爷 好 谢谢 谢谢 过去两年零三个月 赢过 输过 笑过 哭过 被质疑 被绯闻 被非裔 被黑暮 从未编辑 不须编辑 今夜华远终反照 功成凝碎 漫模荒荡 不是啊 不是啊 我们是大压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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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爷爷 那您先休息 我就在客厅 您有事就叫我 又不让您招 您去找韩商业丸 等等 您看 他给我准备好这个 您看 一按 他都听见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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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帮您把窗帘拉上 别阳光再晒着您 行 爷爷 那我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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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怎么了 没 没有啊 爷爷在睡午觉 那刚才那个铃 爷爷示范给我看的 没事 那 要不去院子坐会儿 我切点水不 好 好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芒果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除了知道我叫韩商严 还知道这个 其实我知道的挺少的 我就看过你的公开比赛视频 还有采访视频 其他的没有 韩商严生日二月十四号 生于挪威 十八岁选择的中国国籍 做过几年职业的CTF选手 获得过的名次和奖项 在网上都能查到 两年后退役 读了几年大学 专业是工业设计 毕业后 在挪威成立的KK俱乐部 我是第一投资人 也是这家俱乐部的 老板之一 KK串那成立之后 常住国内 这些我都知道啊 网上都有 我性格孤僻 我虽然知道 CTF是一个代码的世界 可仿佛只有在这个世界里 我才能让自己冷静下来 内心平静 我不喜欢吃青椒 茄子 可我喜欢吃糖 每当我心情烦躁 想要骂人的时候 我就塞一颗疼 到自己的嘴巴里 让自己不要说话 我很讨厌 受约束被限制的感觉 因此我不喜欢 和我爷爷吵架 我气他总是喜欢 替我决定未来 我也气那些 带着怀疑和不信任眼光 看待CTF的人 因为他们不知道 那帮孩子是有梦想的 他们努力学习 就是希望用自己的双手 去闯造未来 我说的事不太多了 我说的事不太多了 不会啊 我喜欢听你说这些 如此详细的介绍 就连百度百科 都不可能有的资料 就这么从他口里 一句句地说出来 告诉我 好像在说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童年 这算是正式的自我介绍吧 别把我当成 网上说的什么英雄 我不是 知道吗 那你现在是不是 要骂人了 我刚刚看着吃了块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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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不是什么君子 脾气很差 身世风度完全没有 不喜欢浪漫 连约会的时间也没有 我的整个生活 就只有KK 就只有我的那些队员 很单调 没消遣 没旅游 没度假 更讨厌应酬 甚至连休息日 节日 年假 都没有 所以 再给你一次机会 再给你一次机会 还想分手吗 想 还是不想 没想到怎么回答 是吧 還是說要再考慮考慮 我不想 我說 我不想分手 不想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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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分 之前做的不好的地方 多淡淡 就這麼著吧 先接觸接觸 你覺得呢 嗯 好 其實我這個人挺不靠譜的 總跟朋友 接觸久了你就會發現 沒什麼值得喜歡的 我先接個回憶電話 你接 你接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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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離開了 好 繼續 有兩個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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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遊戲開始了 老闆 你知道 我們在中國 開始訓練了 新的季節嗎 下個月 你們繼續 我還在聽 有兩個組合 很大的聯盟 他們有合併在一起 不過我非常非常抱歉 因為因為他們的贊助商 你想到他們解散了 老闆 在海洋裡 那些強壯的人 還在歇著 沒有什麼 你總盯著我看什麼呀 沒事沒事 你忙你的 報理我 老闆 你的玩意還在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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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不能聽到 我認識你 我認識你 尷尬 尷尬 青蛙丁 老闆 老闆 你當我們什麼呀 你別忘了我還會講中文 早還要為哪國 你對我的幹呀 我跟你說 我們開會還有個女生在啊 所以你要稍微 注意你的行為好不好 討厭 對不起 我不好 我女朋友在這裡 她在地上 我勾她來幫她 只是一瞬間 我進去等你 你聊你聊 不打擾你 好甜蜜呀 廢什麼話 開會 老闆 說實話 我有點擔心你 擔心什麼 忘了你跟你的股東 擔心了什麼嗎 要是今年 中國沒法拿到冠軍的話 那就直接解散了 我說過嗎 和誰說過 什麼時候說過 我沒跟你開玩笑 我很嚴重地跟你在講 你是對我太沒有信心了 還是對SP太有信心了 不是老漢 不是說我對你沒有信心 要是你自己要打的話 我百分之一百相信你 但問題是你已經退役了 你無法代替五個小孩參加比賽 當年我剛打比賽 也不被人看了 可是後來全國總冠軍 依然是我們的 而且不只一個 當年是當年 現在是現在大哥 不試試看 你永遠不知道 這幫孩子有多強 全國總冠軍 這次肯定是我們的 好吧 我暫且相信你 不說了 得送小孩回家 小孩啊 她終於承認了是不是 承認什麼 上一回來挪威參加比賽 打死也不承認 她是你的女朋友 說什麼是我的普通朋友 不是女朋友啊 承認的屁啊 有完沒完 掛了 小白 小白 回來啦 有事兒嗎 又要借錢啊 不借 夏月還你 沒錢了 她過生日 還有個不同的 別說這次 你這個無所謂的 你什麼是 你在我給你 你去看 你們有事兒 你一個人 知道我給你 你這兩塊錢 自然家 放棄嗎 我吃芒果过敏 被蚊子咬了 那我们现在 该走了 好 谢谢 这个 要我帮你吗 没事 没事 我自己可以 我们 还要去什么地方吗 你还想去哪儿 我 我没有 爷爷 爷爷 您要回去了 我要回去了 有厂牌啊 好好好 送送人家 本来就打算送的 不用你提醒 走了 爷爷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好好好 爷爷再见 再见 我还要好 还没好吗 没有没有 我已经擦过药了 没事了 你可以把你的车钥匙给我看一眼吗 等一下 给你买了生日礼物 生日都过这么久了 自己拿着玩吧 你生日当天我给你买的呀 而且生日过了也可以再用吗 我来吧 来吧 谢谢了 你喜欢这个礼物吗 这个是我根据你网上的名字配的 枪杠 对了 今天女生 带你去买礼物 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了 客气什么 有人有我 安全带 我们去哪里买东西好呢 我都可以 平时你都去哪儿 我很少有给人买礼物的机会 那 那你也没有给女生买过吗 我都说了我这个人很实际 一点都不懂得了 那你会像我们一般人一样 比如说去看个电影 或者是去吃个饭吗 自从我进入CTF这个圈子开始 我关心的就仅仅只有团队的成绩 和如何让中国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 拿到冠军而已 你已经很棒了 真的 你有自己的梦想非常了不起 但是我觉得 你是不是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 当然追逐荣誉很重要 比如你的战队获得了比赛胜利 你可以把这份荣誉 给你的战队兄弟们一起分享 但是当比赛输掉的时候 或者你辛苦的时候 你肯定想找个人倾诉一下吧 当第一当然很好 但是当第一也很辛苦吧 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愿意去当你那个倾听者 去陪伴你那些不快乐的时光 到了 我平常反正都在这边买东西 买一些什么好呢 不用了 我家里很多这种电脑配件 不用再买了 很多电脑配件 嗯 你是计算机专业的 嗯 你要是不挑 我就自己选 我真的不用 我玩游戏完全不行 你给我买了是浪费钱 这些很简单的 你这么聪明 十分钟应该就喜欢你 那你买帮我学 只要是你喜欢的我都可以学 我有的主意 我不想清晰 天儿 您需要什么 我可以帮您介绍介绍 这些都是最新的游戏 您需不需要试一下手感 不用 谢谢 这么多 来 这边 来 给我 等我一下 这是什么 乌龟 它跑得非常慢 所以这是最简单的 这是猪 看起来很笨 实际上很精明 这是终点难度 熊猫 我们国家的国宝 所以这是难度最高的 我这样游戏 会分成三大类 这样子你在玩的时候 就根据标签 可以知道它难易程度 可是我玩游戏是短板啊 不懂就问我 给你找我的技能 这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啊 同言是猪 饿我吗 不饿 渴吗 不渴 要买衣服吗 不用了 鞋呢 我有这些已经够了 我自己拿吧 我自己拿吧 你之前是怎么约会的 我没有想打谈你隐私的意思 只是我不太懂 所以问问 我 你是我的初恋 我明天去三亚风味集训 小者回来 好 你 你多注意安全 航班号就不告诉你了 不用紧 每天晚上九点之后三点之前 你可以跟我联系 其他的时候 如果不是要紧的事的 那就暂时不要给我打电话 因为不是在开会 就是在训练 好 好好学习 我学习还挺好的 继续努力 我研究生了 学分都修完了 也该放假了 没什么努力的了 修完了也得继续学 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学海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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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我接后面那句吗 后面那句是什么 唯情诗案 好 那个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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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一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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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 这厢门口 人还挺多的 其实 其实也不是我要报了 就是 这个谈恋爱 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明白明白 我明白那意思 你看那家地瓜汤 我们学校的人 都喜欢在那儿吃地瓜 好像味道 味道特别好吃 好 等我一下 去干嘛 多少钱 二十 对不起啊 我都忘记你今天没吃饭呢 你买了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所以就每个都买了一点 你先挑挑 不喜欢的我带走就行了 我都喜欢 都能吃 吃 吃得完吗 吃得完 吃得完 给我吧 还有游戏机 给我吧 你真的可以吗 可以可以 没问题 那我走了 再见 再见 你注意安全啊 拜拜 拜拜 你发财了 没有啊 我今天开心劲儿想吃东西 我还以为你今天不回来准备泡面吃了呢 今天郑辉说你哥来学校接你了 什么时候多了个哥啊 不是我哥来接我 不是你哥 不是你哥 新男朋友 你一起吃吧 都是他买的 你这可以啊 你呢 好处万年不开花 一开开满树呀 一开开满树呀 这回就是谁啊 是 是温温爱死的快 我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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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是他送的啊 送我的生日礼物 可以啊 你又不玩 他送你这些干吗呀 你懂什么呀 他喜欢玩呀 只要他喜欢玩我就能学 我肯定也能会玩的 行行行 这句简单适合你 赛车的可以 你怎么懂这么多啊 当然啊 我可是游戏专家 这 这两个相战的 我已经最喜欢玩了 是吗 这上面 为什么有这么多标签啊 又熊猫 又乌龟 又小猪的 他给我标的 他说了让我按照顺序玩 可好了 你别给我弄坏了啊 你千万别拆了 要不然我就不得 恒你 我刚说行了 我让你别拆 你快还给我 童年 他帮我标的你别弄坏了 他帮你标的 我得按照顺序 你给我给我给我 给我给我 给我 你别弄坏了 讨厌 这是 还好你没弄坏了 吃一点东西吧 要不要坐会儿 不用了 明天几点的飞机 晚上的 晚上的 晚上 我下午三年有个训练 就没办法送你了 没关系 那你白天还有一个空档 可以再玩一会儿 好 那你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好 现在都十点了 你待会儿还有工作吗 对啊 就两个电话会议 一个十点一个十二点 那你睡觉一点了吧 差不多 差不多 好辛苦啊 那我真的走了 或者你待会儿开完会 可以告诉我 我肯定不会睡得那么早 我们办公可以 聊聊天啊什么的 要不你和我一起去忙吧 你不是还变成带忙要歇吗 我开完会就可以再陪你了 好啊 拿上电脑 我们走 嗯 我查回资料 好啊 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事想问你 说 我看你平时鞋带嘛 都喜欢戴这个耳机 但是房间也没有别人 你为什么还要戴这个呀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听着好听吧 这个声音可以让我平静下来 好好思考 有意思吧 嗯 是 你点这里 可以加上细语的声音 而这个呢 你仔细听 可以加上悦耳的铃铛声 我来不接下来 这是什么事 或者是什么事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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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事情 这是什么事 对不起 你自己是什么事 也不信心 我去哪里 你对不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睡着了 我 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刚才我去倒咖啡的时候 我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 来趟三夜都没有出去玩 会不会觉得很委屈 不委屈啊 一点都不委屈 其实我平时也是这样的 差不多 你跟我想的有一点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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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还是不好呀 你说呀 是想回去睡觉呢还是出去走走 我都可以 我听你的 俱乐部这帮孩子呢 也是第一次来到三亚 我总不能把他们每天都安排在 网吧里训练吧 那我也不睡了 回去收拾收拾 去吧 这个给你放吧 那我先回去了 拜拜 拜拜 一会儿见啊 你不睡一会儿吗 我再做一个小软件 马上就好了 什么东西啊 现在不告诉你了 不许看 看了你们也不要吃什么 行 好 不敢去 你真的 太高了 听一下 今天早上的晨练 安排自主训练 不会吧 老大 你看看这里到处都是山路 还想让我们怎么训练 我们来三亚这么多天 天天就是训练 上课 打比赛 这里是度假的地方 我们一天都没休息过 你这样太不人道了 逆水行舟不进则腿 你们不知道 比赛和排名也很残酷的吗 可是训练方法不会只有一种啊 有的人适合苦练 快点橡皮筋绷得紧也会断掉的 我们已经很累了 别说了 行不行 我怎么了 你们不累吗 九七 别这样跟我大说话 我怎么了 你不敢说 我听你说 你们累吗 我认你们累吗 九七啊 九七啊 我还记得你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你很努力 迅速学会了做加固 抓漏洞 还用日志分析去测译 才获得了排名快速提升 可是我们这行不就应该这样吗 可是我们这行不就应该这样吗 我刚才已经说了 今天是自主训练 就是想让你们放松的 你们想干吗就干吗 我又没有拿着绳子拴住你们 还有 老大 我就问你 你还记得当年的热情吗 记得 老大 是我还不够努力 我应该更拼 老大 放松去吧 走了 别不开心 走 别难过了 他们还是小孩子呢 不懂事 你也有多大 你有多大 坐会儿去吧 大嫂 大嫂 注意安全 好的 知道了 知道了 你让我去 行了 你看我做好了 现在呢一共是五十二张牌 除了你手上的这些呢 还剩下五十张 那么你下一轮发牌的概率 就是这样子 如果呢你被对手全部压住了的话 你就要再翻牌 你就要继续跟住 不过呢这个软件自存的方式是 加上成顺 你这么辛苦不睡觉 就为了做一个游戏给我玩 这样 能看得懂吗 我正在努力听懂你说的话 这个不难吧 很简单啊 你只用概率的方式 一看就能明白 你 你不喜欢啊 这又是我花了两个晚上做的 不要摇 老大 你看九星不停地在摇 老大你滚滚它 九星别摇了 代表我们可以可以摇 你摇着好不好 老大 别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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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跟他们一会儿去玩会吧 走吧 走啊 走啊 这么高 你看身份很高啊韩晓妍 童年 你要是恐高咱们就别过去了 我不恐高啊 我可以啊 快点快点快点 你恐高啊 那你先封我电话 不要 刚才我们两个明明说好的一起走嘛 过来呀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怕呀 如果你要是怕的话没关系 那我们就下山吧 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可能害怕 你还好吗 你还好我们就在这边吗 不行人家都说了 这是情人铁锁桥 如果情人在上面走过去的话 会通常眷属的 必须走 不不不不不 不要封建迷信 它只是一座桥而已 决定不了什么的 我们就留在这吧 我猜对了 我终于知道了 天不怕地怕的韩晓妍怕什么了 她怕高 韩晓妍怕高 你扶着我的腰 我们慢慢走过去 闭上眼睛 行 听到 你回来 你往回跑得很快吗 你也没有害怕 回来 韩晓妍 你好 怎么不上车 有话说 我想要一件新的队服 可以吗 跟这个牌子做配套 留作纪念 行吗 如果没有没关系的 你当我没说 你注意身体啊 不要总熬夜 多睡点觉 走啦 来 来 来 拿回去洗洗 师傅 去机场 好嘞 拜拜 注意身体 你 爬到山顶 陪你看最美的夜景 想到你开心 一起走 一起走 再远也不会忧愁 牵着手 牵着手 带你去宇宙 偶游给你所有最好的 轻轻说声 I love you 一起走 一起走 把你拥抱在怀中 牵着手 牵着手 我会陪到你过一时间 定格着一刻 静静对你说 I love you 你晚上千万小心 不要再被人内傻了 童年回来了 男人的衣服 男人的衣服 我 我又没说不是 你怎么把这衣服 都给带回来了 他是不是把你骗去三叶 然后就 准备死了 你说什么呢 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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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唯一见房 我一个人一见房 真的啊 真的 不行不行 我还是不放心 那个 你给姐姐老实交代啊 这个这个 多大的 二十九块三十了 三十这么老 不老 那 那你们在哪儿认识的 王八 王八认识多久啊 总之我们两个其实挺有缘分的 我们俩以前先是见过 但是不认识 后来我们俩在外地认识了 然后就稀里糊涂在一起 也不算了 那就不能算在一起 总之后来又分手了 分手以后我们又见到了 在那儿又在一起了 在一起后来因为我喝多了呢 又分手了 分手了以后就现在 现在又在一起了 反正就是稀里糊涂的 但是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他 雅雅 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他 不不不 你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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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捋捋 你让我捋一下 你让我捋一下 你们俩先是 稀里糊涂在一起了 然后又分手了 然后又在一起了 然后你喝醉了 你们俩又分手了 现在的话又在一起了 你 算是谁啊 你 你等下 这跟之前那是同一个人 你怎么能在同一个男人身上吊死呢 你知不知道一个男人反复跟你分手 就说明就不重视你 不是 不 之前不是他要跟我分手的 就 反正不是他的问题 那你跟我说说他干嘛的呀 什么都行 反正就别是那种 一天到晚没事干 抛在网吧的大叔就行 他是比我大 而且大很多 是 让开 让开 你 我要下雨收拾东西了 跟你说也说不明白 不要吓动我东西哦 吃橘子 啊 嗯 多吃多吃 咬咬咬 好吃吗 嗯